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那么行政院长才正式的同意 那么这场闹剧是不是正式已经宣告这个结束 另外一场 原本是一场改革 但是好像是变成另外一个闹剧的正琐碎 还要不继续 我们欢迎所有的观众朋友 为各位介绍的现在马凯教授 凤馨小姐跟文家先生 还有赖斯包委员邱毅教授 辉文先生 所以先从这个财长请辞 这个财长请辞中午到今天将近四个小时的时间 看得出来一盘混乱 邱毅委员 财政部长受到行政院长 陈院长跟总统的知遇之恩 接下了一个这么大的一个责任 税改的责任 而且郑所税的改革已经到了关键的阶段 如果说财长对于立法院国民党团整合的那一个案子 不满意两个半小时 他可以距离力争 如果他这么坚持 如果说要那个案子通过 他就挂关求去的话 他可以在整个会议里面讲 他可以告诉所有的国民党党团的委员 如果你们在案子要过 我就做不下去了 差别在哪里 你认为那时候 如果讲的话 差别会在哪里 如果讲的话 我相信在场赖斯堡委员 曾俊威委员 他们都是财经学者出身的 他们都懂专业的 我觉得会有所改变 但是没有 你没有讲 你没有讲你出来了 你出来以后 然后接着就把辞职又拿出来 二度十几天 第二次 第二次做辞职秀 你觉得这算什么 而且辞职的时候 你不像你的直属长官 你不像陈院长来告诉陈院长说 你有辞职的意思 问陈院长的意见 你打电话跑去找节目的主持人 这叫什么 行政院还是一个团队 我今天在中常会 我就跟马总统直接谈到 我说这是一个行政团队 团队合作的问题 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 那总统还要喂留吗 还要再喂留吗 还要再上一次一样的喂留吗 总统提到他这一次并没有见刘易如 他说陈院长这次昨天跟刘易如谈过 陈院长告诉刘易如说 财长不只管税改 税改也不只有证所税 你不要因为证所税这个东西就谈去留 我觉得马总统跟陈院长的诚意做够了 而且刘易如很清楚知道 马总统是坚决要推动 正所税改革的 量人克税是总统坚持的原则的 你任务没有完成啊 你任务没有完成就耍脾气 就耍性子 遇到挫折就耍性子 这难道是一个博乐式千里马 就试到这样的一批千里马吗 你把整个正所税改革搞成一场闹剧 我觉得这才是这个国家最严重的损失 现在不止是一场闹剧 是变成一场笑话 我觉得在财政部长已经请辞获准之后 我们没有必要再继续修理它 所以我希望这个邱教授能够口下留情 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 邱教授说行政团队应该是一个团结的团队 老实说 我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感觉 我们举上次这个基本公司跟外劳脱钩这件事情 当时陈院长是在立法院接受质询 他说可以考虑 劳委会主委就说不可以脱钩 然后陈院长就说 也许将来在特区里面可以脱钩 这种事情已经是假设性的情况了 王主委再度说特区也不可以脱钩 这叫做团结的行政团队吗 何况后面有人再踹了一脚 马总统出来说 我支持王如全 你说这叫做行政团队 叫做团结 那么天下还有什么团队是不团结的 所以我觉得邱委员的这个断语 完全不符合见识 第二就是我觉得这次 刘部长请辞 他的关键是他发现当立法院 已经整合成功之后 他的确以他的能力不能撼动立法院 所以他应该已经完全失掉了 他的证所最改革的这个希望 但是他为什么等到第二天 到了下午中午才辞职呢 因为第二天上午 陈院长表态 他说我肯定立法院的整合版本 这样一个团结的行政团队 在背后插了这一刀下去 你说他已经知道无法对抗立法院 他已经说了连行政院他都无法对抗 这样的人不走路 还有任何理由吗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不要再去论断 刘部长他是不是该走 是不是罪大恶极 不用再谈这个 我们谈的是刘部长走了 中华民国还没走 如果今天全台湾大部分的寿星阶级 都说这个税制是不公平的 马总统在进水连日的时候 他的证件就是公平正义 结果到现在呢 我们的证所税的税改 把公平正义完全践踏了 在这个时候证所税是不是要继续下去 要如何继续下去 这是不是一个闹剧 要不要继续下去 刚才这个赖斯堡委 其实这个邱毅教授也提出来 在这个礼拜一的这个傍晚 你们在讨论的时候 如果那个时候的财长 刘宇如女士说 我拒绝接受 而且如果你们是这样子的话 我就整个退出了 我马上就辞职 你们那时候态度会改变吗 这样子讲 我希望 我来这里就把 也不是那一幕 所以需要谈清楚 还你们各位来公平 但是我希望 不要戴帽子 说你是什么戴恩 我觉得不要这样子 因为我立委做了十年 我敢说 连公家单位要送给我 一个财品我都要退 我做选民服务 人家给我感谢退 我做到这个样子 其实我这些事情 我觉得我说 我说没想打败要败 好心没努力 这个我们一看 这个政策一推 都说要推 但是都现在为止 都无动于衷 没有人在管这个事情 我们就发现说 怎么考察这个这么重要的事情 马总统会公开说要推 都没有人管 我们就起个委员就假薄了 想要说那我们来整一下吧 突然发现日本有一个制度 说这个双轨制 说我们是希望说暂时双轨 未来是慢向单轨 未来就是所谓的亮眼磕碎 可是我们这里面有什么 有IPO的版本 那是什么 各位不要忘了 大家一直批评的 那个有钱的什么之类的 现在在股票市场上 1000多支的股票 那个大股东 他只要卖了 已经IPO很久了吧 10年20年之后了 他现在卖股 卖了他的老股 对不起40%事后你 还不严格吗 这里面我加一加就有100亿 亮眼磕碎 这不是亮眼磕碎是什么 还有我这里面有什么 还说我这里面从未上市 一直到IPO 一直到上市贵 我通通是用你最原始的成本 我是所有的版本最严格的 最富了亮眼磕碎的 这一块大家都没有去看 大家只看到说 那个什么8500点什么之类的 完全没有 来我今天再举个例子 我们黄建轩 黄部长我很尊敬他的 他今天讲话 说什么 客政所税很复杂 不如增加增加税 从1563加到156 来我就回忆 回到那一天前天晚上 我先提了 我说这个市场 8000点以上我是根据数字的 我做研究 我花花时间做功课的 超过8000点以上大概19% 我认为8000点以上加增 千分之零点五 很重了 一路加1000点加千分之零点五 一路加到千分之后 第一个反对我就是刘部长 刘部长说这样太高了 这样市场不能接受 他是好意 我讲这个话就代表说 我们几乎每一个讨论的细项 都是你来我往你来我往 包括经管会说 我说这样不行了 这样市场会怎么办 所以我原来是8000点起增 加千分之零点五 是我的版本 加到千分之二 那经管会说这样不行了 我们的刘部长说这样太高 所以才一路讨价还价 到后来变成千分之零点二 零点四 零点六 那个过程是这样的 不过我要强调一个是说 我这个版本 比起我绝对说 我是本质良心做事情的 因为我原来提的版本 也有人反对 说这就是不可以调降 我也尊重 所以我明明一代表就是看看 就是大家听听大家专家的意见 我要提一下最近来讲 某大户 他很不喜欢人家提他的案子 我还是提案子 行政院本不能够说 我对行政院本有意见就是反改革 我弄完这个大户 这个大户 按照行政院的版本 按照行政院的版本是什么 是正所税是零 按照我们的版本要克 两亿三千八百万 各位知道我在讲谁 这个我们刘部长讲说 按照他的版本是克七千多万 是错的 按照我们的版本克两亿多 我们稍微有机会增加 要针对你所谓的这个大户 我这讲一句话就是说 所以现在重要的问题 其实赖斯堡委员刚刚指出来了 这个政所税 他的认为 说看到了实际的这个状况 没有人管 这就是才是问题的核心点 没有人管 所有的这个改革 如果没有能力去改革 叫做反改革 因为改革没有多少次的机会 我先 我先 我先问赖委员一个问题 我记得赖委员在我们这个节目 好像坐在奉心那个位置 那么那一天正好是 马教授在这里 我一样也是坐在这个地方 那天赖委员提出他的版本 他的版本就是我一直到了昨天 我还在说最好的版本 也就是回到财政部的原始版本 那个三百万的三百万的起征 然后再搭配 政交税的适度的调整 而当时赖委员在这个版本提出来之后 在立法院也引起很多人的支持 也有将近半数的立法委员都联署了 为什么赖委员不坚持那个版本 我一直到昨天 掏个里面可以证实 我一直到昨天 我还是认为那个版本 是最好的版本 为什么不坚持呢 我只讲一句话 我很负责任地讲 大多数的不讲话的立法委员 是根本反对这所说的 我在联网的版本的时候 他把我联 他讲什么话你知道吗 他说 老远 你也四十多位联署 没错 先过好学 我给你签帮 没支持 他是跟我讲这个话 我一看到的时候 是我跟各位报告很负责任地讲 行政院的版本 包括我原来的版本是过不了的 你一个月以前 在我们这个节目里面 私底下讲说 这基本上是没有人支持的 过不了的 没有人支持的 对 也没有人支持 然后整个的行政团 看着这个案子也没人管 我们今天没有办法细到说 每一个版本去比较他的优劣 而且说真的的 我们也不是决策者 今天呢 这整个的闹剧呢 人的部分是落幕了 人可能一开始就不适任 你也可能叫他去做了 不适当的一些事情 那这些东西都已经亡语 因为现在检讨这些有什么意义 走了 人都已经走了 然后你再给他编一下吗 没有意义 然后你说还原到昨天 他如果跟地委呛吓说 你们这样过了我就走人 那你觉得今天会变怎么样 我觉得今天可能又是不同的一个 整个的争执焦点 总之人走了就走了 现在的问题是回到事情的本身 事情是两个重大的事情 一个是证所税本身 就是赖委员讲的 一直没有人在管这件事情 从4月12号财政部推出这个版本 财政部的版本4月12号推出 4月13号股市是大涨125点来欢迎这个版本的 如果那个时候一鼓作气的通过的话 今天这个版本已经过了 证所税的风波已经结束了 因为你换算时间来得及的 可是我们现在也没办法去探讨 那个时候为什么不一鼓作气 但4月25号马总统是亲自听了这个版本的 行政院的版本 他听版本的时候 他心里头该不该做一个决定 我要推不推 我该做什么样的时间点 难道没有人去做这样子的一个推敲 告诉马英九总统 这件事情要快 因为市场就担心拖延 市场并不在乎你最后的版本是什么 但一拖延对他们来讲 伤害就非常的深 你看后面的所有集结的力量 就在那个拖延当中就出现了 后面再加上希腊的事情 那我现在回头来讲 到今天为止 马总统我不客气的讲 过去他在当台北市长的时候 我就听说他常常拖延就是一开会 左边讲一个意见 右边讲一个意见 他的回应就是说 那你们两边整合一下好了 整合完了之后我们下次再开会 下次来还是左边一个意见 右边一个意见 有时候开十次会议都没有办法做结论 正所说可以这样吗 可是不幸的我看到的 正是这个样子的马总统 左边一个意见 右边一个意见 然后接着他就说你们去整合啊 整合得出来吗 应该由立法委员跟财政部长来整合这件事情吗 我觉得没有这个道理啊 那现在一样的这个情形 这是一个行政院的重大决策 这是一个嘛 政府的重大决策 你自己要拿定主意 你不拿定主意 你不拿定主意 底下的人 我不客气地讲 你放任你的同志去吵架而已嘛 那内部起哄嘛 那没有意义嘛 那是很简单的 那今天国民党这个中常会 其实我们昨天在这边谈论的 那么礼拜 上个礼拜 其实马主席就应该表态 那到今天国民党这个中常会 再次已经形成如此的一个荒唐的决策 民众看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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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你现在问赖斯堡委员 他如果照他刚才讲的 他原本也有热忱啦 你现在说问你要不要这个推啊 根本不 没有人在管 现在没人要管了 我要讲一下 其中我们现在被你们修理的几个委员 大家昨天晚上通电话 我们不再管了 爱整合你必须整合 我们都没有意见 你整什么我就支持你 行政院拿出一个什么我就支持你 我們現在他就這樣 沒有那個立場 你過不過是你的事 就因為我們好有心無理今 我們現在好不能跳出來 我現在感覺我像吳鳳一樣 萬劍穿心 我曾幾何止 怎麼替才能講話 被扣帽子 怎麼會替才能講話 怎麼把我戴這麼多帽子 把我們這幾個戴那麼多帽子 陳俊威教授 我們四個裡面三個是教授出身的 怎麼會 我當然沒有說教授多了不起 總是有我們的理想 那我再講一遍 剛剛開始為什麼起心動念 就是實在很擔心 因為你看量一直少 增交稅就少了兩百多億了 我們這個怎麼辦 這就我們稅率是全世界最低的 我就為我的子孫 大家的子孫 你就是看了整個政策 在那邊四處遊蕩 不知道他往哪裡去 然後再留子孫 我們現在還有兩位來賓 輝文先生先問一下 謝謝 這個當陳聰院長昨天才 這是劉易如自己講的 說整合版本 昨天晚上才講的 今天就批了劉易如的辭城 所以昨天的整合版本就是個笑話 第二個 版本理念差距這麼大 叫劉易如去整合不是很奇怪嗎 所以可以看到陳聰 基本上問題是非常的嚴重 他批劉易如的辭城 我非常不滿意 不准批 不准批 要直接撤換 哪有什麼批不批的 這是邱毅講的 稅改四君子 賴斯堡在現場 聽說曾居威 王龍章說找不到他 不知道跑去哪了 大家看到沒有 劉易如塞性地之後 換國民黨的立委塞性地 怎麼塞性地 怎麼出來放炮呢 那稅改四君子 怎麼看也沒有吳玉森啊 陶哥這個時候 還是該國民黨的立委 出來講話的時候嗎 我一直跟大家講 給了馬總統過班的選票 給國民黨過班的立法院 我們民眾圖的是什麼 我講句不客氣的 你們國民黨的心路歷程 怎麼折衝 怎麼這樣 那是國民黨的事 跟我們民眾什麼事呢 我哪管你們開了什麼會 然後討論了什麼 誰受了什麼委屈 誰怎麼樣 幹我什麼事呢 不過就是希望 你們做一點事情而已啊 你們今天扯了一半 老半天 退了一個國民黨 立院黨團版的這個案子 我請問大家 這個案子叫做證鎖稅嗎 明明就是證交稅 他說我這個叫證鎖稅 那我請問 如果今天這個 掛羊頭賣狗肉的 這個修正案通過了 那我們真的要講說 哇 馬總統做了一個 證鎖稅的改革 這話講得出口嗎 那根本不可能 不是 剛才這個賴斯包委員講的 說沒人管這是不是實情 如果這是個實情的話 昨天有一個很無賴的民進黨的人 批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 劉毅如說一哭二鬧三上吊 我先垂一下這個爛黨 民進黨 在那邊一吹二假三收歌 這完全沒有資格 也沒有臉講這句話 但是話說回來 國民黨難道裡面沒有人在 一哭二鬧三上吊嗎 怎麼會沒有 我常講 這個租稅法案非常的專業 不是一般老百姓每個人都看得懂 但是老百姓有一個feel 我們過去講過 這個法案對過去那種人民集體抗稅的 那種心態有矯正性嗎 第二個在大家反對正反意見對峙的情況下 他當下做了哪些妥協 還有最重要 這個法案過了 對未來的想像力是什麼 老百姓的feel就在三個地方去看出來 爛 有夠爛的版本 這就是國民黨跟民進黨 兩個爛黨聯手的騙局 在騙嘛 是我們稍後回來 如果說這是爛或者是沒人管 同樣的這個問題 還要繼續下去嗎 稍後回來 這是我 以前的我 這是我 現在的我 萌法讓我年輕很多 萌法生法液含5% 米納死掉 活化毛囊 促進生法 減緩落法 萌法是我生法的好辦法 萌法生法液 你可以試試 我是個理化老師 選擇日本富士通 讓我省了50% 面對即將調賬的電費 我更有信心 我很滿意你 所以我一共裝了11台日本富士通電瓶 推薦給您 實在省電的日本富士通電瓶空調 富士通 樣樣通 在台灣每三人就有一人穿山花 你的支持也是有的責任 從全國第一件三花五片式蘋果褲 連一件都要做到耐心 耐穿 舒適健康 我相信 用新手品質一定好 超級漂亮 你們會知道 三花甜點 三花甜點 Sunflower 櫻桃鴨 大火烘烤 鎖肉汁 櫻桃鴨 搭配特條洋蔥醬 皮香肉嫩 真好吃 我是法式衣袍鴨寶 我是大嘎 挺多禮盒 馬一送一 還能抽獎游倫敦 套運 不要睡 睡 不要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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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疲勞嗎 快喝 白媽媽利哈 韓有人生意及維他命B群 喝了精神百倍 白媽媽利哈 不讓你睡 你還在等什麼 全新落劍生法木子 針對雄激素突發者 他的三重功效 能刺激萎縮中的毛囊 鞏固法根 有效停止異常吊法 再生新法 落劍生法木子 新上市 落劍啟動生法的開關 因為這個鄭索瀉的這個問題 引起了這個整個全台灣民眾 不管關心就不關心 不管有沒有這個做股票 大家好像所有的這個問題 都把它牽連在一起 因為是多此一舉 如果這個情況也不得民心 而且不能夠速戰速決 也沒有一個非常清楚的主導 這個還要不要做下去 還是說還持續的讓這個社會大眾的在空轉 在恐懼 其實鄭索瀉這件事情呢 跟後面的歲改 對馬仲美來說 他是不可以不做的 因為他已經對全體人民已經承諾了 如果他沒有做到 我相信後面的壽星階級 對他的這個反抗 他承受不了 所以他非做不可 這已經不是說他什麼道德高尚而已 這是人民之所求 他不能夠不接受 但是剛才賴委員講的那個事情呢 我想應該可以歸納出幾個結論來 第一個結論就是賴委員代表四君子已經公開宣布 立法院國民黨立委的整合版本放棄了 我想說至少從他的話裡面有聽到是這樣 我想如果賴委員他能夠肯定這一點的話 這是一個好消息 第二就是賴委員這四位 他們做的最大的一個錯誤就是 他們做了馬主席該做的事情 馬主席應該在上個週末出來整合 他完全置身事外 所以使得連立法院的立委黨團都覺得 他們不能再這樣子空耗下去了 他們才這個義無反顧的出來做了一件事情 所以真正犯錯的是馬主席 他沒有善盡他的職守 所以如果馬主席他沒有辦法約束他的黨員 沒有辦法去進行黨主席應該做的一些基本的任務的話 我奉勸馬主席趕快吃掉黨主席 不要失位素餐 不要讓這個國家因為他的存在 而讓一切的改革停步 這第二個我認為剛才賴委員的這個講的話得到結論 第三個結論就是 二人說以他對立法院的了解 立法院任何稅改的這個辦法都無法通過 除非是遷就財團 如果是這樣的話 不過事實上最後就是議案 大家的解讀都是如此 所以如果賴委員他已經對立法院的属性 做了這樣一個判定 有兩個可能 有可能就是賴委員無名化了全體 尤其是國民黨立委 我覺得全體國民黨立委 應該向他要求澄清 第二就是他透露一個大家都知道的秘密 立法院的國民黨立委果然已經墮落到這個地步了 所以將來任何的改革都不能成功了 如果這樣的話除非立法院解散改選 否則我要奉勸馬主席或者馬總統不要再推稅 這是蠻嚴重的一個說法 我要嚴正抗議 我沒有說 我沒有講那句話不能把我塞在我的嘴巴裡面 拜託這個馬教授 你剛剛講說什麼 就是接受財團 沒有 我沒有講這句話 我沒有講這句話 所以我再說不要戴帽子好不好 我說賴委員沒有說這句話 請大家不要戴帽子好不好 我覺得解讀不能給人家戴帽子了 因為這是一個指控 要拿市政到底是哪個財團 接受哪個財團 不能用感覺有 我覺得這樣不好 你們在這裡大家都很尊敬你們 這個就是 馬教授你的身份這麼高 你不要這樣給人家扣帽子 我說第一個 第二個 我剛剛講說是實話 但是為什麼這次 等於是 這樣這樣 好心好離心 就是覺得 還是有一份的赤子之心吧 往志宇臉上提琴就還是有一點使命感 覺得說 那我們總該做點事 沒有人管就我們出來 我們出來弄這個事情 對不對 弄了我們覺得還不錯的版本這樣子 我們認為這個版本最少可以磕100多億 你現在講說 因為沒有讓人磕瘦好不好 好 那我就告訴這個馬教授跟其他的 所有全國觀眾 我們的生死稅 請問有沒有讓人磕瘦 沒有 沒有 不管你賺多少 你賣了第二棟房子 非資金住宅 對不起第一年10%失誤你 15%失誤你 第二年10%失誤你 對不對 我們的房地產的土偵稅 這不是讓人磕瘦喔 都不是讓人磕瘦 什麼叫讓人磕瘦 我賺了越多 我磕越多 我們的證交稅到現在為止 也沒有讓人磕瘦 那要不要好 那我們就讓人磕瘦吧 我覺得支持全部納入所得稅 但是全世界只有英國跟愛爾蘭 這兩個國家同時磕證交稅跟正所稅 一般來講都是只磕一個 美國 日本只磕證交稅 沒有磕證交稅 那可以就有人講了 也是很多人講 我們就是來全部磕證交稅 不要證交稅 難怪會看你 馬上稅收減少多少 一年就減少1000億 因為你股市來講 如果你期初跟期末都一樣的話 你證交稅幾乎 磕得等於是零一樣 但是證交稅 我們要穩穩的說 王建軒院長還說 我在引用他的 他就講 他就做過財政部長 知道說即便增交稅 沒辦法達到2年顆稅 可是這個稅收 政府有稅收 我們可以為下一代 這也是一個公益吧 因為這個叫世代爭議 我們的債務都留給子孫 這也非常不正義 我們現在還是談這個現實的問題 這個還能不能繼續下去 剛才馬凱先生解讀說 國民黨黨團的所謂的版本 已經放棄了 是這樣的嗎 什麼叫放棄 我是聽不懂的 現在在整個版本 這禮拜一晚上的這個版本 好 禮拜一整個的版本 現在還在往前走 現在不要問到 明天本來就排證所稅的一個審議 明天啦 禮拜四 那現在因為部長沒有了 我也不清楚到底要不要換題目 聽說要換題目了 但是下禮拜一 我所要解釋排 所以我們今天 這一些東西 他還是往前走 禮拜一沒有單路喔 沒有任何的單路喔 我可以追問一下 如果照原來的進度的話 是不是你們整合的版本 繼續是你們所堅持的版本 我就問這句話 因為剛才我們都聽到 那個人講的話 我現在希望澄清一下 我要講得精準一點好不好 這一次殘女討論的版本的這幾位 不是只有四個 好幾個 只是說這四個 雖然開記者會也先走了 是只有財委會的委員 所以要精準的講 這是財委會的整合版本 然後還要到黨團去 到黨團變成黨團的版本 這個要一關一關過 我也可以向各位報告 這個版本因為 老實講 對大股東 不是有人講說對大股東放掉沒有 那IPO是上面黑板上的一千多支的股票 上櫃上市的 一個都跑不掉 現在只要賣了老股 我就40%伺候你 這個是 我們現在已經知道 是不是可以就簡單答覆一句話 財委會整合的版本 是不是你們繼續堅持 就這句話好不好 Yes or No 我沒有辦法代表財委會 就你來說 不是 就我來講 我們就看 要看整體嘛 對不對 你現在你要跟我講 我不知道是什麼用意 所以這個版本還是存在的 大家都存在 應該這樣子 曹哥 這個立法院進行的話 其實行政院的版本也還存在 民進黨黨團的版本也存在 清明黨黨團的版本也存在 只是各面幾個 對呀 然後這個版本也存在 其實現在只是 還是各個版本的一個狀況 本來是覺得黨團版本 比較有機會的原因是因為 國民黨接立法委員支持的比較多 所以認為他過關的機率大 可是我現在回歸回來 他真的還不是立法委員 個別立法委員的事情 他真的就是馬總統的事情 剛剛賴委員講到奢侈稅 坦白說奢侈稅不是一個所得稅 奢侈稅是為了要去彌補我們現在 整個的土地增值稅當中 一年之內公告限制沒有調整 所以完全不必科徵 土地增值稅的缺失 所以採取了某種程度的抑制投機交易的一種做法 所以他的目的是抑制投機交易 既不是稅收也不是要讓他跌價 是要抑制投機交易 好 所以他也不是所得稅 但問題來了 去年這個奢侈稅推出來的時候 我們也很客觀的說立法院 絕大多數立法院都反對的 我贊成喔 我公開贊成 但是我說絕大多數當然就不是全部 是不是也是絕大多數反對的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 因為馬總統展現了意志就過關了 今天情況也是如此 我不是說立法委員的意志不重要 我的意思是說馬總統的意志 因為他是擁有最高民意的人 他也是要為所有政策負責的人 立法委員各自負責了一部分的民意 他們可以反應民意 但最終如果馬總統做了決定 我客觀的說 我認為國民黨絕大多數 一個90%以上的立法委員 而且是可以造成立法院過半 就是會通過這個案子 但馬總統的意志在哪裡 他講了抽象的原則 但他沒有具體的拍板定案 馬上回來 今天在國民黨中常會 邱毅中常委也提出來這個問題 馬英九主席回答的是什麼東西 馬英九主席說聽到 聽進去了 問題聽進去之後 也是剛才馬凱教授講的 如果這整個狀況是完全形成 無人願意再繼續推進的話 馬主席 這個國民黨執政黨的主席該死 這是您剛才的問題 我們稍後回來針對這一點 我喜歡 謝謝 謝謝 小老闆 您的企业贷款OK咯 那么厉害 我们的银行贷款就是要OK OK 中讯国际银行贷款专家 一通电话马上OK 0809 0809 88 小姐 让我们前走一下 蔡依林 我还刘德华咧 谢谢你哦 刘德华 什么事这么开心啊 刚刚遇到刘德华哦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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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事一点就够 金牌台湾啤酒 身险致命阴谋 直觉将是他的唯一武器 亨利卡维尔 布鲁斯威利 6月1日 冷光线索 买车 卖车 上网搜寻8891 买车 卖车 上网搜寻8891 不可能存在的存在 身体缺氧 身体缺氧 料你懒洋洋洋 老虎牙子迅速增加摄氧量 有氧就有活力 老虎牙子有氧饮料 最嗨的水上乐园 你够胆玩吗 6月1日全美同步惊吓 3D食人鱼2全面猎杀 身体缺氧 料你懒洋洋 老虎牙子迅速增加摄氧量 有氧就有活力 老虎牙子有氧饮料 和兄弟再度产联国产SUV销售冠军 兄弟现在推出SUV抗涨油理专案 免排照税 免燃料税 免领排归费 再送五年不限领程延长保固 国产SUV第一品牌 兄弟 今天这个邱毅先生 也是国民党的中常委 在国民党中常会的时候 请教这个主席 针对这个整个郑索退的事情 马主席说我听进去的 然后民众其实要问的就是 然后如果一个改革 是这个无能力去推动改革的话 是一个反改革 马改教授提出来 这个马主席是不是应该要辞 国民党的党主席 邱毅 我先这样说好了 推奢死税跟这一次推正所税 它的不一样在哪里 奢死税大家都知道 它的对象就是房地产的短期投机客 大家都很清楚 所以它打击面不大 所以它引起的反弹的阻力 也相对比较小 而那个时候基本上又在选前 很多的国民党里面的立法院的委员 但是我也是 当然有一种 我们要努力的维持居住正义 那么觉得说这是一个立党 立人也立己的一个做法 所以那时候比较好整合 这一次的证所税 它第一个 它的打击面比较大 它涉及到的是股市 第二个 因为选完了 很多的立委没有在那种所谓的选票的压力之下了 所以在这一次 而马总统我认为这次他有个误判 他认为刘亦如很专业 马总统一直很欣赏刘亦如在财政金融上面的专业 他认为刘亦如应该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我记得我也曾经在这个节目里讲过 我有一次在中常会里面大概一个多月前 我对马总统说最好的方案是什么呢 就是那时候行政院版推出来了 我说回到财政部版 那如果有反财主力 因为我们可以授权财政部 因为不需要立法 适度调降证交税来化解主力 让这个案子能够过 重点现在马主席该做的事情他做了没有 马主席基本上 我认为他基本上他在相信 因为了解股市的 他本身对股市外行 他认为了解股市的是陈冲院长 是刘亦如 他认为他们两个人应该可以把这些事情做好 可是怎么会想到说 在整合还没有完成的时候 刘亦如就挂关求去呢 我认为一个被总统赋予这个税改重任的 一位财政部长你面对一个难度极高的正所税的改革 你本来就应该好好的去坚持你的理想 去整合各方的一个版本嘛 你本来就应该这样做嘛 你怎么可以还没有完成你的任务 于是你就说就死兴致了 我不做了 我离开了 那重点是如果已经变成一个笑话 已经变成一个闹剧的这个时候 这就是马凯超一直在问的 这时候的主席在哪里 国家的总统在哪里 老哥这个有英文文法什么 过去式 现在式跟未来式 过去式我实在是不想谈了 一直谈过去式我不知道原因是什么 这是民进党的党团总统叫柯建民 他说全国只剩马英九要推证所税 老柯 这还有一个啦 刚才我队面也还有一个 还有一堆人啊 一堆人要推证 老柯 你这跪下什么 这王农生 我帮他说一下 他说立法院的财政委员会 已经变成立法院财团委员会了 这王农生说过了 我们现中一个财政委员会是赖世保 赖世保跟财团有什么关系 跟他有什么关系 你欢迎财政委员会有一堆 部分的这个委员 不管是民进党或国民党 跟财团关系很密切的是谁 那店名啊 他刚刚改天把财政委员的名字列出来 一个一个点 那后面都有财团的 那带世保有没有 就我了解是没有啦 我跟大家讲喔 刘易如推负税改革 我为什么叫他下来 就是你是正面还是负面 是加分还是减分 是助力还是主力 是帮忙还是帮到忙 我也用同样的标准问我自己 我也检验涛哥跟所有来宾 你讲一大堆话 你这些评论是正面还是负面 是加分还是扣分 是助力还是主力 是帮忙还是帮到忙 如果今天马英九 持国民党党主席 可以完成改革的话 马英九你现在就下来了 有规定辞职一定要早上八点吗 你现在就下来了 那应该是马英九 持总统来对 持党主席干什么呢 刘哥我对中三会报跟中三会 一点兴趣都没有 我不是国民党 你老是跟我讲中三会 跟中三会报干什么 我票当后人是叫你做总统 我不是叫你做党主席的 你要出来面对我们人民 持党主席这么简单 持党主席那好啊 马凯我倒想问你 连战如何 王金平好不好 吴敦毅 吴博雄 杜立伦啊 郝龙斌 胡志强啊 郭敬党 核心都叫他出来了 来 总不可能叫赖世宝去干党主席吧 那你叫一个邱毅当党主席吗 那个也不够qualified 那叫谁当党主席吗 够格啦 我们不够格 不是 我说资历啦 论资排备 你们郭敬党就中这头的嘛 你们历练都还不够 连战他们都比你们资深啊 谁扛得住啊 马英九上次已经讲了嘛 有人逼宫的时候要讲说 我觉得现在我继续当党主席比较好 你现在又叫他辞党主席 那你刚才叫他辞总统好了 那不就跟民进党一样了吗 所以我要跟他说 马英九现在这个状况 刚刚涛跟你的表情说 总统在哪里 总统党主席处理得不好 这个大家都看到了 可是我还是要回到我的这个 做我的这个结论 我们现在我们民众 包括跟人 我们现在到底是在这边还是这边 我们是要倒手手还是要捏资赛 也是要捏资赛这也很厉害 也是要倒手手 我们可以出一点点 看现在 欠什么 真的有什么用 我想这样子 辉文对我刚才这个话的解读 有一个地方我需要澄清 因为这次政所在走到这个地步 最大的阻力来自国民党的立委 我们从这次的这个四君子的这个风波 可以看得很清楚 如果政所在不能成功 他的主力来自国民党所掌控的立法院的立委 这时候不是党主席出来整合或者劝导 或者是贯彻意志 难道需要马总统出来吗 如果今天因为国民党党主席的不作为 不去整合 不去劝说 不去拜托 他的这个同党立委 而坐待这个事情走向溃败 这样的主席为什么不愿意为这件事情负责 而且如果今天立法院是这么重要的一个机构 而立法院呢 不论他成事败事 有这么大的分量 这个时候假定一个国民党党主席 他无法掌控立法院 影响立法院 甚至不愿意去干涉立法院 我们要这样党主席做什么 所以今天也许 我不知道谁可以当一个比较好的党主席 但是从现在这个事情的发展 我可以确定 马主席不是一个试任的党主席 这是我要他辞职的原因 至于总统 那是另外一件事情 是 稍后回来针对这个话题 一般信用卡累积飞行里程实在太慢 我在想有更快的方法吗 NZ 奥胜飞行预袭卡 累积更快 选择更多 持卡期间终身有效 一卡在手 全球任务型 NZ 奥胜银行 时尚玩家必须最终极任务来的 游浩脚翔起 SATA和TOMADO带您玩遍台湾东北角 让你年榜20拥有家道 爱之爱玩必须最终极任务 等你来挑战 决赛优胜者还有机会免费体验 全新PNW3系列一年哦 刷奥胜飞行预袭卡 国泰航空大阪机票6800起 申办成功刷卡满额就送行李箱 NZ 奥胜银行 相信音乐无界 我的梦想海阔天空 敢梦想敢你追寻 宣女士VSOP 百家名店全球精品 亚洲最顶其居家购物中心 纽约家具设计中心 满万送签周日请 台北地区馆新装馆台中文中馆 我确保我的孩子以一份好的早餐 开始新的一天 好比雀桥可可翠片 它很有前骨 冰体工微生素 矿物质 纤维和能量 我相信一份好的早餐 能帮助它度过在学校的日子 雀桥可可翠片 是上学加油站 牛将吃 要吃春风黄托彩队 最嗨的水上乐园 你够胆玩吗 6月1日全美同步惊吓 3D食人鱼2全面猎杀 我们家都爱用德国百年工艺的 正新帕洛克节能隔音窗 不管是透气安全的内导窗 或是超大视野的景观窗 是家里最坚固的城墙 怎么好的窗 大家一起赶快来当我的同窗好友吧 好 用正心最安心 15岁扛起胡须章 富贵苦中求 这一台脚踏车 就是我45公斤的时候 要去载着它 然后经常载到翘翘肚 一天做二十点钟 才睡四点钟 尽管那个时候下大雨了 水淹到膝盖了 它还是要撑在那个地方 看看是不是雨停了 水退了 那还可以继续做生命 TVBS看白天后 每周日五十六台 就回来 欢迎所有的观众朋友来关注 这个一个证所税 它就是一个改革 改革比革命还要艰困 刚才其实一个非常 目前针对继续要不要走 马凯教授说 如果是不作为的一个国民党主席 针对目前执政党的立法院 没有办法来执行的话 那么这个主席能不能做 谁做 那是另外一件事 我虽然认为马总统没有作为 然后我也很生气 可是我也必须说 在政治现实上面 如果他离开党主席这个位置 只是让国民党里头多一头马车 结果那个多头马车的问题 会更严重 它绝对不会更好 现在的问题是 马总统你就要当总统 你也要当党主席 说起来就改革的立场上 你已经比别人要好得太多了 在美国常常会出现的是 总统跟国会是不同政党 其实当初陈水扁 他也是总统跟国会 是不同政党的 可是他推了任何一件事情 他也要努力的去协调立法院 那个是跨党的整合 而对你来讲 你只要做好党内整合 你就可以推动的事情 其实你已经轻松非常非常的多 所以如果现在我们希望 两件事情要改变 一个是事情证所 所以要赶快定案 而且把那个里面的相对公平性 我真的不敢讲 世界上有绝对公平这件事情 但相对公平性一定要维持住 然后接着整个行政院运作里头 所出的那种彼此之间相互不能沟通 你必须要出面解决这个问题 因为都是你任命的人 其实政绩好也是挂在你头上 政绩不好也是挂在你头上 既不会挂在赖世保头上 也不会挂在刘毅鲁头上 所以要他辞党主席没有太大意义 但是要他当一个真正的党主席 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从4月25号我就喊话说 马总统你要做决定 那时候4月26号行政院版本定案 我当时就想说 最严重的那一关是在立法院 不是在行政院 现在不幸而严重 可是我必须要说 阿哥的一切都来得及 请你赶快当个真正的领导人 问题就是看表现 你刚刚提到的美国 无论是从最近美国这25年 20年来所有的美国总统 从雷根以降 如果要推动一个国家的重大的法案 不但是自己的执政党 要各种的拜托 打电话甚至于登门 请客应酬 来交换传递这种讯息 连反对党都要一个一个去拜托 问题你现在就可以来对比了 做了什么事情 这要 关家先生 台湾是一个发展非常畸形的资本主义国家 这种国家要推动这种叫做反经收职法案的话 你等着看好了 保证你片体云伤 晚节不保 我某种程度对马总统非常不满 但是我某种程度也对他 他有高度的期待 台湾的经济就是要有人戴费之后 不管是戴钢盔 戴什么包套 大家来反新是法的 这是反选法案 这是公平的效率案 这个素性国家性的法案 这素性这些集合案 第二点 我听你解决没有 那听个政策 听个理想 敬佛先生 您再反选 您再领讨 一定可以有方法 在这么普遍高涨的名义之下 完成我们大家共同的理想 但是不幸的今天 就像那个老乌西 人家批评他说 你是世界第一强国的总统 怎么干到最后变成是什么 大家都不怕你的那个人 总统 你是个好人 但要变成什么 是个会帮我们大家 做好事的好人 真的期待你 很多人骂杨文家 你这个在听马英九 你这个在那边马屁精 随便你 进步就好 进步就好 任何愿意推动进步的人 都算我一份 如果你不嫌弃的话 在我有限的发言空间 我相信辉文我们都会帮你讲一句话 但是不要让这些 出于理想帮你讲话的人 因为你的点点点叉叉叉叉 往往把我们讲出的话 自己又吞下去 不要辜负大家的美意 改革的契机 稍重及时 请你带头把握 请你带头冲锋吧 所以杨文家讲的就是 这不是支持或者停马英九总统 是停那个理念 但是往往在一个理念 这个继续让延伸之后 都变成猪八戒 这也就是整个的社会 目前看不出来 一个国家领导人 或者是一个执政党的党主席 到底在做什么事情了 他跟我这样说了 如果现在马英九 辞掉了国民党党主席 我可以保证 立法院的国民党的党团 更像脱缰的爷马 改革更无望 所以辞掉党主席 我认为是饮政止渴 那今天我们也不要捣果为因 其实郑索税的改革 在马英九的心中 他本认为是可以推动的 他也很坚持 上次刘易卢不神隐的时候 他也很挺刘易卢 而且他在中常委里面 再三宣示改革 这个郑索税的改革 是绝对要做的 他也说这个方向是要坚持的 但是里面的内容 大家可以讨论 他讲得很清楚 那什么时候他该出手 去做有利的整合 他可能正在考虑中 他怎么会料到 刘易卢会这么快就要请辞呢 他怎么会料到说 刘易卢去参加了国民党团的 财委会的整合会议 一出来 然后接着第二天就说他辞掉了 一般人不会有这么低的抗压性 所以你今天不能说 因为刘易卢辞了 死得整个好像乱了 就觉得说马英有没有出来整合 他其实有没有想到出来整合 当然有 我再想一个大家都不知道的事情 我记得那天我开门在中团会里面 跟马总统立体赖斯堡那一个 财政部版加四度调降证交税 那个版本我才讲完 那天我节目里我也讲了 马总统马上去告诉刘易卢啊 我六点不到就接到刘易卢电话了 就是说他马总统跟他讲了 他也很赞成这样的方向 我当时很高兴啊 我记得我还跟他跟你讲过 我还很高兴 我觉得奈斯堡的版本总算可以 可以波云见日了 如果那时候是这样推下去的话 今天就出来了 谁料得到说刘易卢的抗压性这么低呢 那不只是这个刘易卢的单一的这个问题 我讲一下好不好 其实讲说嘛 总统马主席没有作为 这个老实讲有点冤枉了 就我所知在国宴的时候 有好几位常委会委员有参加 他一个一个拜托啦 他说这个请你我们挣走税啊 推一推啊整一下 国民党籍的 对国民党籍的 第一个 那么第二个 我来这个节目之前 刚才在总统府开会的啦 是面秘书长 是总统府的秘书长 找国民党的秘书长 找行政的秘书长 还有我们的党边 我们的执行长 就大家一起 还在谈这种税的事情 所以我要很负责任的讲 这种税并没有死掉 所有的版本都进去 但是现在反而是 国民党你们大家一直在批评的 那个整合版 现在是还没有文字啦 就还没有复委 所以那个版本是 到目前是没有 是到现场去改 那我们的版本都在那里 已经复委的 好几个版本都在里面 这是 所以我要讲的是说 这个案子没有走 就是再继续走 都一直走 都没有单路耶 都没有单路 我觉得不需要把马总统污名化 也不需要把立法院污名化 都在走 就在程序再走 本来明天就省政所税 但是因为部长不在 部长不知道是会换谁啦 所以可能 市长代理 可能他来的话 这我不知道 可能是会算下礼拜扬 谢谢我讲一下 这个不是说谁啊谁把 我要把杨文嘉污名化 杨文嘉污名化 没那么简单 但是也不是说 我说杨文嘉漂白还马上就漂白了 谁把立法院污名化 刚刚大家如果注意 听马凯教授讲的 国民党有部分的立法委员 是反对政所税的 那应该叫 那怎么会叫马英九持党主席 那是一个方法 我的另外方法 那你就叫那些国民党立委下来 一年到就叫你下来 反正民进党现在要罢明国民党立委 就选出来下来 涛哥这个政所税事的造妖境 我刚给大家看 王农璋讲这句话 立法院这个财政委员会 应该去告王农璋 说我们为什么是财团委员会 这会是王农璋讲的 不能告 要告要告王农璋 这个是五入公主 你是财团委员会 但是涛哥我们必须讲 有没有人在这个过程里面 俨然是财团跟券商的代言人 还不止在财政委员会 台面上台面下做了什么勾当 我们知道吗 各位有没有注意到 当邮电双掌的时候 当正所税的时候 各位有没有发现一种人叫做烂好人 人人好 正人好 不要啦 不要对杨文家在派 哎呀 成风心里好人 他每次都要当好人 你要改革 我趁你后腿 我就看你不高兴 你怎么样 有没有这种人 有没有人趁这个机会 说我帮你代言 我来跟涛哥说 我来跟赖斯堡说 我来帮你笑 有没有 我们为贴我们不把这些人求出来 这些人你 啊 没有 你说什么 很清楚的嘛 对记者放话啊 然后在那边瞎启哄啊 这个版本怎么样 那个版本怎么样 你 涛哥我的结论是这样 你摆明就说我不要改革就好了嘛 不要再跟我讲什么景气啊 什么什么国际股市我都听不懂 你就说我不要改革 我现在不要改革 我这个会期不要改革 那我就听懂了嘛 不要再讲一些理由跟借口 不过这个政治是一个可能的 但是怎么样能够先得民心的 改革如果不能够得民心 什么都不用谈了 这个还在持续 你刚刚讲的说这还在持续 我们会这个欢迎所有的观众朋友来看 这不是一个正所税的问题 这是一个国家的一个有没有作为的 如果你是对人民有承诺的 我们接下来2100全民开讲 稍后也让观众朋友来了解 这个是商业周刊 这一期所做的一个非常全面性的专题的报道 这个报道如果仔细看完以后 触目惊心 这也就是虽然谈的只是一个 我们国家的面板的竞争力 在200多位台湾的人才 科技人才 那么全部被挖到中国大陆 短短的17个半月 发展出来中国大陆相当大的一个面板的厂之外 问题是 这形成一个全面性的一个分水岭 这个分水岭一出来 就变成台湾不但是面板 台湾可能其他的高科技产业 台湾其他还有一些国际竞争力的产业 就此分水岭 不作为 这就是我们接下来 大家还永远是纷纷扰扰 我们下回来 阿异连出面的剧集